大家好 最近大家應該都看過一個很有名的電視劇 叫做斯卡羅 它的內容也激起很多討論 但我們這是一個知識性的頻道 所以我們並不想要跟大家討論到關於認同有關的問題 可是我們至少可以從其他角度來看 斯卡羅裡面的一些出現的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讓我們來理解去想一些我們如何去面對我們今天的環境 所以呢我們今天用一個斯卡羅的一個小小的case 我們來討論一個小小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啊 我們其實在講到斯卡羅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講到歷史的時候 歷史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算是我們的研究的一個基礎 叫做 empathy 神入 就是我們要進入那樣的情境 從歷史情境裡面去了解 我們要怎麼去思考歷史的所謂的真相 歷史到底有沒有真相這件事情呢 其實以後我們還可以再討論 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說的 但至少我們可以透過包括像神入這些方式 讓我們理解到我們要怎麼樣去好好的看待這些透過歷史展現出來的這種文本 能夠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理解和對事情的認識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從斯卡羅裡面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小故事 來為各位講起這個小故事是台灣總兵劉明燈 他到底會不會講英語 在這個小故事裡面 我相信各位如果去google一定會google到很多相關的討論 甚至呢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些很有名的網路知名人士 譬如說如果你有看足球 你一定知道這位叫做佐伯 佐伯他也有對這些事情做一些他的評論 他的想法就是 其實雖然我們沒有證據顯示劉明燈到底會不會 但是以他當時的情境 不是不可能的喔 就是很多人就有這樣的想法 說實在話 如果我們做一個歷史的推測和一些有趣的這些歷史 假設if這種對話的話 我們的確沒有辦法否認劉明燈會講英語這樣的存在 但是我們今天還可以透過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看 好 如果我們要檢驗劉明燈到底會不會講英語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怎麼樣用一個相對接近歷史學的訓練的 所謂的empathy 神入的這種方法來看待來思考 劉明燈會不會講英語這件事情 因為整體而言我們先講大的環境好了 以當時的整個大的環境來講 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斯卡羅裡面想要呈現的當時的歷史情境 就是一種不是只有中國影響力在台灣的這種歷史情狀 這個歷史情狀我認為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因為在當時的時候事實上的的確確除了原住民的實力 清朝統治者的實力 當地的漢人族群的實力 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實力 這些的的確確都是存在的 所以當時的台灣的內部狀況本身就很多元 但是這個多元也的的確連結到了海外的那個情況 所以我們就要來講一個大的環境 大的情境裡面對於所謂的外交的這個狀況裡面來說的話 其實法文比英文更接近所謂的國際語言 對我們今天而言我們會覺得英文是全世界通用的語言 補習班也是這樣子來宣稱的 可是如果回到當時的國際情境的話 當時其實國際語言是法文為主 包括條約的簽訂 包括那個談判啊什麼等等之類的這些 大部分都是用法文來做依據的 而且法文一般被認為它的精確度比英文更高 從文化的角度來講它的歷史更加的悠久 所以它同時可以兼顧到外交所需要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內涵 正確跟典雅 所以其實當時的狀況下法文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大家會想到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是法國呢 法國有那麼強嗎 的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我們就要來講一下 其實說實在話 那個時候法國真的比我們所以為的要來的更強 其實我們大家都覺得好像大英帝國是當時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這也是事實 大英帝國客觀來說是當時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但是那並不表示其他的國家就不會意識到自己 認為自己可以跟大英帝國平起平坐 或者是認為自己比大英帝國更強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那個時候的法國是怎麼樣的狀況 就從國際的角度來看 那時候法國是怎麼樣 在斯卡羅差不多那一段時候 法國是路易拿破崙 就是拿破崙的侄子 擔任法國的領導者的這樣的狀況 那他也在後來建立了所謂的法蘭西第二帝國 他在1861年的時候 他就展現了非常強的對於歐洲局勢的影響力 所以他在1861年的時候支持意大利 也就是我們在課本裡面會看到什麼 薩定尼亞王國等等之類的這種歷史 幫助意大利獨立成功 然後他在1862年的時候 他的力量也進入到了東亞 在中國原本的反屬國這些地方 開始進行他的勢力擴張 所以他也跟當時的安南簽訂了所謂的西貢條約 把法國的力量深入了原本傳統東亞朝共體制的區域裡面 然後他在1866年的時候 他的力量也到了朝鮮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 對朝鮮採取武力干預的這樣的行動 也被朝鮮歷史 被韓國在歷史上稱之為所謂的秉營洋擾 就是在秉營年的時候 洋人去騷擾國家的這個歷史事件 所以其實我們會看到在路易拿破崙 在當時執政的時候 不只法國原本就擁有他對歐洲的文化影響力 他的政治力量也在當時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 在歐洲在東亞其實都有 當然還有其他地方包括在非洲 所以其實法國並不弱 而且他承繼了過去的那種強大的歷史和文化 雖然我們知道後來法國好像鳥了一陣子 對那是到1870年的時候的普法戰爭才鳥了一下 其實他鳥了那一點點時間之後 他其實後來到第三共和期他國力又再度提升 所以其實法國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這麼樣的弱 那斯卡羅裡面講到一個主要的外國就是美國 在美國的那個時候當時 1861年到65年那段時間 也就是斯卡羅之前沒有幾年的時間 那個時候南北戰爭才剛剛結束而已 而且美國是在南北戰爭結束之後才開始 積極的向海外擴張 然後到了1866年67年那段時候 他才開始在東亞 他的對外擴張的時間其實是相對晚的 所以我們幾乎可以想見美國對於東亞的影響力 當然是相對比較弱的 至少在斯卡羅發生那段時候是比較弱的 而且對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言 就是所謂的英國法國這些國家而言 他們真的也是覺得美國就是個小老弟而已 那我們可能會想說 可是講英文的國家 就算當時美國很弱 還有另外一個很強的講英文的國家 叫做英國 就我們剛剛所說的大英帝國啊 是的沒錯 英國我們剛剛說的 他是最強大的國家 可是他那個時候被認為 被歷史學者認為他在奉行一種外交概念 叫做光榮孤立 雖然光榮孤立到底是不是一個明確的政策 其實現在歷史學家還有很多的討論 有人認為有人認為沒有 但不管怎麼說我們從這樣子的判斷 過往這樣的判斷 我們可以推推論出一種感覺 那個感覺就是英國在當時 其實他在對外擴張上面所展現的那個力道 並不會讓人覺得他有這麼強烈的意圖 同時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 英國的盟友有限 因為他沒有去跟別人交朋友 他光榮孤立嘛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雖然光榮孤立到底是不是明確的政策 我們不敢說 至少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就是 當時的英國沒有一個可以拉幫結派這樣的意願 所以他的影響力當然就會相對的少 那麼一點點 同時法國又維持著過去他在歐洲以及世界的影響力 甚至在擴張的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幾乎可以推測當時在外在的環境裡面 法國的影響力還是存在 所以其實對我們學外交史的而言 我們都知道其實那個時候的國際語言最重要的排第一的就是法文了 就當時的角度來說 如果劉明燈要學一種外語的話 其實他學法文的機會 從國際的角度上來說 他學法文的機會應該要比英文高一點 因為法文比較有用嘛 就像今天我們大部分也會以學英文當作第一順位的那種思考一樣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在內部的狀況 內部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要知道中國實際上長期在當時的東亞局勢之下 是一個所謂封共體系或朝共體系的中央之國的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他對於去學習西方本身就沒有太高的意願 甚至我們都會知道 如果從中國史的角度來看 我們都知道那個時候的中國把這些西方的歐洲的這些事情叫做遺物 遺人的遺 而不是後來的洋物洋人的這些事情 所以從這個遺物到洋物這個概念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中國洋物運動即使開始學了西方的這一套 他也在1861年以後才開始的 而且到了1862年1863年才開始建立了所謂的金師同文館 還有上海廣方研館這些專門學習外語的單位 可是這些學習外語的單位 他們主要是要培養所謂的翻譯人才 中國當時對於學習西方的意願 恐怕真的不是我們所想的那麼高 那如果我們從劉明登個人來說的話 劉明登他其實他從軍的時間也相對晚 是到1861年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說 中國開始進行洋物運動自強運動的時候才開始加入了軍隊 然後進入所謂的鄉軍的儲勇部 然後他1866年就已經被派到台灣了 所以其實他真正要學英文或是學外語的時間是很短的 而且我們不要忘了他的主要的任務是打仗 雖然我們不可否認 劉明登在打仗的時候 有可能會因為要跟洋人協同作戰 所以才有這些需求 但這個機會也相對的低 為什麼呢?因為整體而言 在跟洋人協同作戰最多的部隊 是鄉軍裡面的淮軍部 而不是楚勇部 也就是李鴻章他們帶的那個系統 而就算李鴻章所帶的這個系統 他其實是要跟就是在1860年的洋槍隊 到後來六年改為常盛軍 這樣子的一個系統作戰才比較多 可是不要忘了洋槍隊和常盛軍都有很長的時間 他的教習是法國人 所以就算假設劉明登真的有跟這些洋人一起作戰的時候 他學習法文或接觸到法文的機會 其實還是蠻高的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從國際的角度跟國內的角度來看的話 說實在話 劉明登如果要學英文的話 機會真的不太多 就算他要學 學的是法文的機會也比較高 我們今天花了一堆時間講這個東西 要跟各位說的 並不是在說 所以劉明登到底會不會講英文這件事情 我們要說是透過一個電視劇裡面所講的 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我們可以應徵這個例子其實比較接近一種想像 歷史可不可以想像呢 歷史當然可以想像 很多很有趣的東西都是從想像出來的 如果各位有看過包括像高寶奇人 或是劍峰二年這些著作 他們都是透過想像之後 所得到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也可以提供我們很多反思的例子 斯卡羅當然也可能可以有這樣子的價值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要理解到 讀歷史不能想當然而 不能我們覺得他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們就認為說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還是要嘗試到回到我們剛剛所說的 Empathy這樣子的意願 對於歷史的態度還有技巧 進入這樣的情境 大量去閱讀相關和周邊 而且不是只是單純 譬如說對中國史有興趣 就只讀中國 對日本史有興趣就只讀日本 不是這樣子的 事實上在今天的情境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透過更多元的史料和史觀 才能夠去進入對於歷史真正的理解 所以呢說實在話 我們今天在講歷史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歷史就是要去尋找真相 但其實對我們歷史研究者而言 我們不會那麼強調所謂歷史就代表真相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們會努力的去尋找透過可靠的史料 還有和邏輯的論述和推論 從這樣子的方式裡面去嘗試做到所謂的Empathy 進入那個情境去得出那個時候的人 是怎麼樣去行動 怎麼樣去思考 然後得到我們現在所謂的歷史理解 但是歷史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應該知道它是一個進行深度思考的路徑 並不是說歷史寫出來 它就一定是真相 所以在斯卡羅所造成的很多今天這些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歷史很重要 歷史也很有趣 但是我們不能一廂情願的認為 只要有了某些資料 它就一定代表了真相 這個是兩馬子詩